這部是Canon AF35M 是一個38mm 2.8光圈 現在鏡頭的清澈程度 另外一個機身的外形 我們先放菲林進去 放進去 按一下 我們就看到 這部的雙是 跟著的 即是拉到的 我們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拍照 那你見到 這個Point and Shoot 我們放了菲林 我們就調整菲林速度 我們把它當成400 這個會影響擦缸的 所以我們入完菲林 就轉這個盤 調整對的菲林速度 基本上它是Point and Shoot 按按鍵拍照 你看到那個自動對焦的 這個Movement 鏡頭Movement 做一個對焦的動作 對焦的動作 相當簡單 全自動 閃燈 我們 對啦 充電 按按鍵拍照 等它充電 拍照 那這裡呢 就有個自拍 按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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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對 這樣就可以自拍 來按按按按按按含 螢幕 你會看到取景拍照 再說一點點 這裡我形容是一個跑馬燈 你看到它動 即是入飛林是入得好 是可以拍照的 我們先看看 大約是16張 很暢順 很簡單 24,25 這個聲音已經可以按下去 就拍完了 按下這個銀色鍵 按下這個銀色鍵 我們就推黑色這裡 是要推著 現在可以放手 現在可以放手 現在已經捲好了 它這個銀色鍵 它這個銀色鍵 也是會跟著 回到S 我們打開 搞定 非常簡單 好用 就是這樣 好,試完 然後就是一種 按下這個銀色鍵 上這個銀色鍵 可以放手 然後再到一個銀色鍵